老杨到处说 欢迎继续订阅转发 我们节目点赞留言打赏 对我们的酱香酒 对我们的画龙村的 还有私房茶 还有葡萄酒 有兴趣朋友 少少二维码 了解一下 欢迎选购 官方给出了胡心里事件的调查结果 即便这个结果和结论可以成立 但在信息披露危机公关等领域 政府几乎是一败涂地 国家的公信力经过了一百多天的磨损 伤害显而易见 今天21号上午10点 胡心里事件的新闻发布会 在江西延山县召开 发布会让江西省市县公安机关 联合工作专班 以及市县相关部门 发表了胡心里事件的最新调查情况 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那清朝而出 基本上出了江西省公安厅的党委委员 副厅长叫胡满松 上劳市公安局的党委委员副局长 还有这个这个这么副总指挥 阎山县的县委书记等等等等 来了一大堆了 那么记者会上是这么说 在国内权威形式技术专家现场指导下 省市县公安机关联合工作班组 专专专班 通过开展调查访问现场勘察尸体检验 物证检验监定等 认定胡心里是致意死亡 尸体发现地点是原始的第一现场 那么还有几个问题非常详细 第一是尸体的发现情况 第一是现场的勘察情况 第三是尸体检验的情况 这方面也讲得比较具体 说胡心里的尸体高度的腐败 大部分的皮肤皮革样化 头皮未见出血 前身骨肋完整 颅骨椎脊胸内骨都没看到骨折 部分的牙齿因为牙龈的腐败 脱落于现场 牙巢骨未见破损 胸腔腔未见出血 各胀气在位没有缺失 兜弹均腐败 搞完未见损伤 经过毒物检验 胃组织和肝组织中 准备发现常见的龙药 鼠药 安眠镇静类的成分 一所是活套 烙镜形成闭环 净部残存 皮肤皮革样化 可见条形锁钩一条 锁钩边缘卵组织 溅出血 出血部位 跟死者疫调体味相吻合 符合 生前一所压迫所致 也谈到了胃部 胃内空虚 推断死亡时间 去末次掺和四小时以上 根据尸体腐败程度 结合当地环境和气候条件 胡心里的尸体符合 长期暴露在室外空间的各种特征 非常细 第四呢 对胡心里做了一个心理刻画的情况 那么经过心理专家的访谈分析 结合胡心里失踪前的行为 认为这个人 小朋友的性格 嫩向温和 孤独 很在意 他人的看法 少跟人做深入的思想 情感的沟通 情感知识缺失 缺少情绪宣泄的管道 常有避世的想法 具有随时随地的书本上 记录自己情绪 想法的习惯 到这个学校读书 因为学习成绩不佳 造成心理落差 加上人际关系 青春期冲动 带来压力 造成心理状态失衡 表现入睡困难 早醒醒后 难以再入睡的情况 存在注意力难以其中 既困难等认知功能障碍 存在内疚自责 痛苦 无力感 无助感 无妄感 无意义感等情绪问题 有明确的厌世的表现 和轻生的倾向 当然这里面也谈到了 录音笔检验见证的情况 总而言之 官方做了一个最后的拍板和定案 首先第一点 在海内外媒体 社交媒体 随时高度 一天24小时 密切关注之下的 最后形成了官方调查结论 理应有可以成立的理据 但是一个15岁的中学生 质疑的事件 当地政府花贵的巨大的人力物力 组织过多次大规模的搜寻无果 在舆情上始终处于被动 政府的公权力 公信力已经被彻底处于始终被质疑的地位 到现在还在 有人提出 继续提出12点质疑 这一仗 不仅没有打好 可以说一败涂地 第二 自始至终的信息披露 长头落尾 有意无意 故弄玄西 这就给各种各样社会的传闻谣言 获得了知声杜撰想象的土壤 并利用了社交媒体广泛的传播 而这个广泛传播又是海外的媒体 就被附加了很多个人口失踪器官移植 等符合一般逻辑推理的传播 将来江西也曾经发生过圈养人口来 买卖器官这样的案件 因此呢 在这种社交媒体普遍的 自观设定 主观设定的前提之下 互面的传播 已经经过了一百多天 尤其是胡心理尸体 被发现之后的各种推波助澜 早就已经被淹没了 排除了官方断断续续的 信息发布的效果 以至于连央媒官媒 都频繁发出批评质疑的声音 打败仗 第三 我们也知道江西省过往 在这方面的突发事件的信息发布 也出现过类似的状况 比如说 2010年的910事件 怡黄强拆自魂事件 一人死亡 两人重伤 结果那时候的凤凰周刊的邓飞 那么是跟当事人的后 而家属 在江西的机场 在厕所两岸通过微信微博 来传递信息 非常的轰动 官方完全事与 还有1999年的8月 江西的封城 有一个乡 姓周的农民 然后去上访 对当局的有关减轻农民负担方面 没有做一些抵制 鼓励农民抵制不合法不合理的上缴 被乡政府带去学习班 结果非正常死亡 家属到乡政府 叫做闹市 乡政府蛮横态度驱离 结果有四个乡镇的数万名农民 自发带着农具 冲向这个乡政府 倒毁乡政府 乡长和一个香港部的二楼抛下来 刮了个大灯 两个人活埋 派出所所长和民警当场被打死 派出所的所长尸体被撕中 这一类的事 在处理的过程 在信息披露了善后处理的 平息公众质疑 几乎没有一个接近及格的处理的模式 而且类似这个事情 不仅在江西 在其他省市自治区的公众事件 基本上都有类似的喘悟过失出现 这是个通病 而且一二十年改变不了 有微博微信以后 还是照样如故 第四 十五岁的胡习 你之所以走上致意的绝路 其实牵着另外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比一个人的上吊 致意还严重 这就是个存在已久的 很普遍的中国的社会问题 也就是中国青少年的精神健康 精神卫生问题 抑郁症 精神疾病导致青少年厌世自杀攀生的问题 这个问题 已经存在多年 不仅是家长学校和社会 甚至包括教育部门 政府部门都要高度关注 我们说这样的事在其他国家 也存在 也发生过 不是中国所独有的问题 是社会转型其过程 一定会出现问题 为成年人的心理健康 精神健康 如何因此受到更多的关注 我相信希望 今年两会 有代表委员提出 胡心里条款的议案 管不管用 再说 但总要有人持续的表示关注 第五 前南方都市报的总编辑 陈一中 关于这个案件 这个事件有几点意见 值得推荐 第一点 很多人在追问官方调查结果 可不可信 他认为意义不大 要追问的是 当局应该如何做到 你努力去调查 而公众也会相信 但这一点到今天 我已经没做到 第二 如果调查结果 不符合公众的主观预测 还有可能会掀起 心理伦的乐意和质疑 马上正在发生 当局的微信 势必会进一步的流失 不过乐度很快会过去 有人说超过一个星期就乐 但是呢 胡心里的时候呢 已经持续了一百多天 乐度会削减 直到下一个社会热点的到来 这是从传播学的规律 第三点 如果调查结果符合公众的预测 那么当局的微信 还会流失的更多 因为果不其然 当初你们就是在杀谎 就是这个主观的定论就下来 第四 必须应该说 中国警方这些年来 打拐解救 妇女儿童的力度很大 成效显著 有目共骨 但即便做了这么多努力 和取得那么成绩 为什么政府当局的微信就越来越流逝 这需要当局去反思 第五 当局已经完全垄断机构媒体 或者官媒 把所有的官媒机构媒体都变成喉舌 所有的机构媒体不但按照要求 统一看出权威的发布 但当局的微信 不因为这样的统一越来越高 而是加速的流失 而越来越低 这又是为什么 第六 不准质疑的真理 不容质疑的判决 不需要求证的通告 都未必属于程序正义 都缺花信息伦理 都没有正义的价值 道德价值和传播价值 那怎么有权威 怎么有威信可言 陈立宗提了这六点看 其实焦点就是 他说的威信 就是政府的公信力公权力的问题 第六 我们有节目提到的胡书健 他又继续提出告全国人民书 提出要彻查 现在还不叫彻查 要启动更为可行的机制 他建立公安部介入 建立异地用警 建立放开管制 让媒体到当地自由采访 建立公开发布机制 定时定点 定时公开通报 胡习里案件的进展 各项细节内容 最后最重要的机制 要建立实名的追责机制 所有负责调查 胡习里案件的责任能 公布他们的实名和质责 公布实名之后 责任能不再对上级负责 而是对社会负责 对民众负责 对历史负责 但我想胡书健的建议 不可能有回心 陈毅宗说的微信 其实就是公权力 公信力 公权力 公信力的大量流失 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塔西托陷阱 效应的最典型的表现 这个案例 非常的典型和特殊 以目前的体制特点 和党管一切的传媒生态 下一个热点新闻 大致上也是一样的表现 除非你彻底改变 否则 也就是到时候出现了一个 也就是一个模式的重演 至于程序正义 信息伦理 正义价值 道德价值 传播价值 很多很多的人 包括那些当官的人 恐怕 闻所未闻 我们说了也白大 福星里 至一百多天之后 才被发现 发现时只剩下海骨 实在不忍 注度 希望他 能够得到真正的安息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 是 打赛 承诺 等待 转会 优优独播 证 证